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,一个女子最为幸福的事情,那便是嫁入一个好人家中,相夫教子,当一个贤妻良母,而最幸福的好人家,那便是皇家了。 能够嫁入皇室,那几乎是每一个女子的梦想,因为就此之后,可以离权力的中枢更近,甚至如果有幸的话,还能成为母仪天下,尊贵至极的皇后,在封建社会,对于一个女子来说,这无疑是最大的刺激了。 但是却有一个女人,忍住了全力对自己的诱惑,明明她当了皇后之后,甚至有几分可能可以再进一步重现武则天的道路,但她却克制住了自己。 宋福金生于九百年前后,是当地一个富商的千金小姐,她天资聪颖,既会琴棋书画,又擅长诗词歌赋,可以说是个全能的小姐。 然而好景不长,战火很快蔓延到她家乡,她的父母双双遇害,一席间沦为孤儿。 年仅十岁的宋福金一夜之间失去了温暖的家,她泪眼朦胧地跪在父母的尸体旁,祈求他们醒来,却得不到一点回应。 从前熟悉的家也成了废墟,她无处可去,只能在街头流浪。 曾经衣食无忧的富家小姐,沦落到要为一口饭讨好他人,受紧白眼与欺凌。 宋福金怀念这过去的种种,心中充满了悲伤与不甘。 她明白,这只是乱世的一语,可这残酷的遭遇还是让一个孩子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口。 流离失所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后,宋福金遇见了南吴国的生州刺史王荣。 王荣是一个仗义热心的好官,他常寻视城中,关心小民疾苦。 看到衣衫褂褛的宋福金,王荣心中不禁生起怜悯,他让手下将他带到面前,细问他的遭遇。 听说他失去了整个家族,王荣非常同情,决定收留他,让他担任自己女儿的陪嫁丫鬟。 虽然只是丫鬟的身份,但对于宋福金来说,已经是莫大的恩惠。 王荣不仅给了他衣食住行,还让他有机会学习才艺,使他重拾了圣的希望。 宋福金含泪跪地谢过王荣的知语之恩,心中对王家起了深深的感激。 也许当初的遭遇是老天对他的磨练,让他明白只有感恩和坚强才能活下去。 从此,宋福金便开始了新的人生。 来到王家后,宋福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 王家小姐王珍怡与他年龄相仿,都是十来岁的花季少女。 王珍怡性情舒静文雅,但宋福金如同亲人,从不把他当作下人。 宋福金得到了温饱,也有了知音,两人形影不离,像亲生姊妹一般无话不谈。 王家人也欣赏宋福金的聪慧机敏,把他当成家里的一份子。 这段时光,无疑是宋福金余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 王珍怡会带宋福金一起学习诗词歌赋,弹琴下棋,宋福金的才华也得以快速恢复。 他们还会一起挑选彼此的衣饰,发簪,珠宝,亲密地分享彼此的心声。 宋福金渐渐忘却了儿时的痛苦记忆,这里已经成了他的新家。 三年后,王珍怡到了16岁的时候,王荣就开始为他物色对象。 当时的权臣徐温大将军想要来王家提亲,收王珍怡为养子徐之告的证事。 这对王家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高攀,王荣权衡之下还是同意了。 王家为王珍怡举办了盛大的出嫁仪式,宋福金也参与其中,帮王珍怡挑选嫁者。 分别的时刻,两人留下了不舍的泪水,约定要在新的家中依然常联系。 宋福金知道,他们的天真时光就此结束,新的人生即将到来。 王珍一来到新的王府,宋福金也随行陪嫁。 按照古代的婚俗,宋福金的身份已经由丫鬟变成了妾室。 这对宋福金来说有些不适应,他不得不学习许多宫廷的规矩,小心谨慎地侍奉新主。 徐之告这个人,出身与宋福金相似,也是个可怜人。 他本是贵族子弟,父母在战乱中被杀,后被南无太祖收养。 但其他王子排挤欺凌他,直到被送到徐文门下才幸存。 由于经历,他性格内敛,不惜与人亲近。 王珍一对徐之告也只是维持着妻子的体面与距离。 而出人意料的是,宋福金与徐之告的感情日渐升温。 两人有着相似的身世和命运,因此产生了特殊的心灵契合。 宋福金体贴入微的陪伴,也渐渐打动了徐之告内心的孤独。 两人开始误打误撞地相遇和交流,从政悟到见闻,各书己见。 宋福金的睿智与机敏让徐之告刮目相看, 他也渐渐向他敞开心扉,说起自己的过去和抱负。 一个本该匆匆地邂逅,却成就了两颗心灵的紧密联系。 他们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知己。 然而,这曙光又一次被无情终结。 王真怡性格柔弱,无法适应宫廷生活的种种压力,加之思乡之苦。 他的身体每框愈下,终于在21岁那年病逝。 王真怡的离世让宋福金和徐之告都难过至极。 尤其是宋福金他失去了最亲近的知己。 虽然当时的他已与徐之告关系亲近, 但王真怡对他而言就像亲人一般, 他甚至觉得自己亏欠了王真怡。 葬礼过后,宋福金依然请求徐之告, 希望按王家的仪式为王真怡重新办一次丧事, 以尽最后一份心意。 徐之告对宋福金的忠诚友情十分感动, 满足了他的请求。 王真怡的离去也让徐之告与宋福金的关系更进一步。 两人互相扶持,度过了那段艰难时光。 937年,在徐温的扶持下, 徐之告夺取皇位建国南唐。 他改名李变,宋福金也被他立为皇后。 成为皇后后,宋福金继续帮助李变处理政务, 并推动他进行一系列改革,使南唐国事日渐强盛。 宋福金性格仁慈,政治手腕高明, 他出身草根,比皇室子弟更了解民间疾苦, 因此推行了许多惠民政策,深受百姓爱戴。 李变与宋福金并称明君贤后, 南唐在他们治下进入鼎盛时期。 宋福金也没有因德宠而骄横, 始终保持谦逊人厚的本性。 他实时约束自己,不能贪图权利, 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依归。 943年,李变驾崩后,太子李景继位。 但李景命薄,既无父亲的雄才大略, 也不如母亲的仁慈, 加之喜怒无常,国力贱感衰弱。 为挽救局势,朝臣纷纷请求宋太后垂帘听证。 此时的宋福金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年妇女, 她本可以效仿武则天, 在幕后以皇太后身份执掌大权。 但宋福金谢绝了臣服的请求, 坚持退居一边, 仅以母亲的身份辅助儿子。 宋福金认为, 女子应当之克制, 不能像男子那样铤而走险。 她相信, 天命自有定数, 勉励维持既得的太平盛世, 反而会适得其反。 她期望以自己的宁静来感化儿子, 使他成熟起来, 这是身为母亲的责任。 宋福金的谦逊正直, 让朝野上下都对她刮目相看, 肃然起敬。 李景对母亲也有种感激, 她努力整顿朝政, 改过自新。 然而, 南唐的历史趋势已无法逆转, 在李景即位后的八年, 还是走向了衰落。 945年, 宋太后在忧国之痛中离世, 享年八十岁。 她未能如心愿看到南唐的复兴, 但知天命之不可为。 李景将她葬于腹地里变之侧, 示好远近皇后, 以表敬意。 宋福金亲历五代十国乱世风云的更替换代, 从享尽荣华到沦为孤女, 又一步步攀赏皇后的高位。 她与另一位传奇女性武则天不同, 形式低调内敛, 但依靠自身的才思与品性, 也在动荡中谱写出不凡的一生。 宋福金善解人意, 处遍不惊, 成为李变夺取天下的重要助力。 她力挽狂澜, 使南唐成为五代中盛世之国。 即便有再次掌权的机会, 她也选择谦逊隐退, 体现了难得的政治智慧与气节。 可以说, 宋福金是五代十国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 一个被不公正遗忘的杰出女性。 她勇敢, 睿智而又温柔坚定的品质, 值得惊人学习。 她的不凡传奇, 也应当被历史铭记并流传下去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喜欢本节目的, 麻烦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订阅, 将会为您推送更多精彩内容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by bwd6